1.4,Solving Coordinated Equation by the Graphical Method 这里提到有一个叫 Graphical Method 这个就是整个节目的重点,不用太担心的同学 原理有点复杂,但其实运算起来就不太难 所谓 Graphical Method 你知道什么叫 Graph Graph 即是一幅图 你要先有一幅图 这里就画了 Y 等于 X 2 次 减 2 X 减 4 这幅图 留意一样东西 如果一幅图里面,想画一个图 它一定是有 Y 有 X 的 有 Y 有 X 才可以画到一幅图 假设你会学习如何画图,但并不是太难 假设你画完图,画完图之后 其实你解决的 Coordinated Equation 一直都是这样的 有些是 X 2 次 减 2 X 减 4 等于 0 你想解决这一条式 你会发现这条式和这条式有点类似 但分别在于什么呢? 分别在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 0 但这个位置是 Y 来的 好了,那你如何透过这幅图去解决这一条方程呢? 其实是靠一个连立方程的 什么意思呢? 你想想,如果它本身的幅图是这样 Y 等于 X 2 次 减 2 X 减 4 这幅图 然后你想变成这条式,那你唯有是什么? 是不是就是 Y 等于 0 呢? 对不对? 当你这样去做一个 Simultase Equation 的时候 你就发现得出来那条式 你代式一式二式等于之后 你就会有 X 2 次 减 2 X 减 4 等于 0 就是去解决到你要求的东西 好了,但是这里有点复杂的 这个位置是 Graph 来的 这一条式是 Graph 这个也是 Graph 来的,Y 等于 0 Y 等于 0 那幅图在哪里呢? 其实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 Y 等于 0 X 续 Y 等于 0 好了,这个其实是 Y 等于 0 这条式 你想想,它又要找一些 XY 同时间在这条线上 和同时间在这条线上 那就是什么呢? 就是它们的双交点 而双交点在这里 很明显地是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OK? 那么这两个位置 在图上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就是它们的 X Intercept 它们的 X Intercept 分别是-1.2 和 3.2 那这个是对于 Y 等于 X 2 次-2 X 次-4 来说 它的 X Intercept 就是这个-1.2 和 3.2 那对于 X 2 次-2 X 次-4 等于 0 来说 我们就会说 它的 root 是-1.2 和 3.2 那这个是我们靠图 它们的联络方程之下 联络方程在图里面的意思 即是说它们的双交点 它们的双交点的位置 那这个 X Intercept 就会是 合併了这两条式之后的 equation 的 root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就会更加容易明白 但是同学首先要留意 你去做 X Intercept 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做错的事情 小心点 你看看这里 会有很多学生写下这个 X Intercept 没有好 X 等于-1.2 and X 等于3.21 错的这个 真正的写法 就只有一款 就是 X Intercept 就是 X Intercept 因为有两个 -1.2 and 3.2 你不要想写多了 是不会有事 你一写了 X 等于 X 等于就错了 那就留意 也有同学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 阿sir 我有雷射眼的 我看得到 这个应该是-2.05 不行的 因为你看看 它的格子 其实就是有限制 这些是会有适当的误差 这个是-2.0 这个是-2.1 这个是-2.2 这个是-2.3 你给的答案 只可以由这些去做选择 你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答案 你就不要自己在这里作 我看到它是-2.05 那我准备一点 可以吗? 是不行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同幅图里面 去看到有这些数值 每样的量度工具 都是会有它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写的答案就是这些 -1.0 -1.1 -1.2 如此类推 一路下去 因为它的限制就是 给了你每一格 就是0.1 那么阔的 你能够答的 1.1 1.2 那些都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答1.01 那些就不可以的了 要小心一点 这个容易错的位置